连锦 核对一下客户信息 念出来 黄明蜜 大点声 黄明蜜 董主任 对我们连博士 能不能说话带点感情啊 不敢连多是下山这样 来 我做个调查我来说 黄明蜜 十六岁 初中毕业 黄毅达 四十二岁 个体经营者 毕倩 四十岁 家庭主妇 黄明蜜在五岁时 参加幼儿人入学体检检查出来 是乙肝携带者 经过治疗 黄明蜜在小学期间 由大三阳转为小三阳 病情好转 接着 黄明蜜在初中体检时 突然查出肝癌晚期 他父母都没有乙肝病史 之前没有过怀疑吗 我其实是问过毕相阿姨的 他们说 他们以为是小时候 没给孩子照顾好 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染上了胰肝 信息调查 应该做得再仔细一些 如果 他们真的不是亲生父母 你说 他们会给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捐肝吗 不是他们想不想捐 而是医学指针上 我和捐肝的可能性就很小 不过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孩子 付出的心血和爱 已经跟血缘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之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见到过亲人生死 见死不救的 也见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给陌生人捐肾骨髓的 所以血缘只是人跟人之间 最基础的一种情感表达 看着董灵叔眼神里的光 我开始怀疑 我当初的猜测是不是错的 那笔钱是否另有人情 你去吃饭吧 好